来关注各报头条 中国报封面聚焦的是 又有人因为下载不明的手机应用程式 结果银行存款被盗走 中招的是马中和氏全球总商会会长何欢礼 他因为点击到诈骗集团设下的聘请女佣广告 结果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之后 立马痛失银行账户的十万令吉 虽然网民调侃他愚蠢 但是他痛斥没有保障顾客存款安全的银行 才是愚蠢的 南疆商报头条则关注 如佛州政府率先将可负担房屋的转售限制 从五年延长到十年 进一步限制当地猖獗的炒房活动 报道说如佛是目前全马 唯一实施十年限制的周暑 除非业主能够出示证据 证明自己真的是陷入财务困境需要卖房 那政府才会酌情处理 另外马来报章每日新闻封面则谈到 大道公司统计发现 每逢加节期间 路上抛锚的交通工具和车货数量双双增加 数据显示 加节期间平均每一天就有超过800辆的 交通工具抛锚 这和平时的大约500辆相比 增加了大约300辆 至于交通意外方面 平时大约35宗 但是到了加节期间就会翻倍增加到70宗 而当中高达9成2都是涉及到摩托车和私家车 四天的开斋期长期已经结束了 民众大多数已经从家乡返回居家地 那专家预警呢 新一波疫情预料将会爆发 新海峡时报报道 新冠肺炎Omogram变异株Arcletus 对疫苗有较强的逃脱能力 因此就算是确诊过的人 都有可能再次感染病毒 那预计这个变异株将成为我国 接下来的主流变毒株 病毒株 公共卫生专家拿都在那奥马表示 今年是我国疫情后 首个没有防疫限制的开斋节 人与人往来互动变多了 也没有人数限制 也没有戴口罩 加上雪龙地区又确定出现了 这个变异病毒株的病例 因此疫情预料将会出现一波的反弹 他说截至2月1号 只有2.5%的人口 接种了第二针增强剂 因此国人的防护力已经变低 没错 卫生部长扎利哈昨天就证实 雪龙地区再发现了6宗Archerus病例 加上沙拉月之前出现的6宗 这意味着全马确诊Archerus的病例 总数已经增加了12宗 不过扎利哈强调 确诊的患者病症是轻微 情况稳定的 下面来关注的是教育课题 我们看到的这是有关 新州日报的封面头条 就独家的报道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华小生 在念到五年纪的时候 就转学到国际学校 如此一来就可以提早一年升上中学 报道说由于政府取消了 小六检定考试UBSR 因此一些家长让子女在接受 滑小五年的教育之后 就毅然将他们转学到国际学校 如此一来就可以凭入学室 直升七年级或中医 比其他人提早一年 在十一岁的时候就进入中学 吉隆坡黎明滑小的数据显示 963名四年级到六年级的转校生中 就有128人转到国际学校 其中39人是五年级生 虽然有教育界人士担心 这种现象对华小或独中来说 长远恐怕会带来不良的影响 不过董总主席陈大锦则认为 比较之下 华裔的声誉力就下降 少子化的趋势之下 对华小和独中的影响 其实是更大的 接着我们来关心是今天的天气 那我们在荧幕上可以看到的就是 我们的今天的天气 今天早上 冰城 彭亨内陆 沙巴 陡湖 山打根 沙拉越古近 山马 拉罕 湿屋等地都会有下雨 至于下午 雪龙 冰城 森美兰 马六甲 彭亨 柔佛等地 也可能会有降雨 东马方面 沙巴 西海岸和内陆地区 沙越的古近 湿屋 明都鲁 梅里等等多地同样有雨的 到了晚上 半岛多个地区会陆续的降雨 不过沙巴和沙越的雨势 则有望趋缓 那全国最高温摄氏34度 最低温24度 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八度早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